Hello,大家好,我是Bel老师 在这一期视频当中 老师会跟大家分享学生最容易犯错的题目 那就是单位转换啦 当题目要求meter变成centimeter的时候 大多数学生都会 可是如果题目要求meter square 变成centimeter square的时候 学生就开始不会啦 所以老师会用几张图 让你了解meter square 还有meter cube的概念 还有做几体example给你看哦 Let's go 好,现在老师就会用一些图片的概念 带你看到one meter square和one meter cube的概念啦 ok,one meter square基本上就是在算着area的概念 所以老师会画一个正方形 ok,老师会画一个正方形 所以one meter square呢 就是一米乘给一米的概念 所以呢,one meter乘给one meter 我们就会拿到one meter square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同样的这个正方形 我们把这个one meter转换成centimeter的这个单位 它就是一百centimeter 看到吗? 所以我们就会写一百centimeter乘给一百centimeter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正方形正方形正方体 ok,那它的长是一米的 它的宽也是一米的 它的高也是一米的 那我们怎样去找到它的体积呢? 它的体积就是一米乘给一米乘给一米 我们找到的就是一米乘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同样的东西 ok,同样的东西 我们把它所有的单位都变成了centimeter 所以这个就会等于一百cm 这个也是会等于一百cm 这个也会是一个一百cm 那它的体积你又是怎么找的呢? 你就会用一百cm乘给一百cm乘给一百cm 你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你找到的答案是这一个 对不对? 如果你按计算计的话 ok,所以呢 我就可以做总结说 玩meter cube 其实就是等于这一个答案的 所以当我转换这个meter cube的时候 我可以说它是等于这一个的 ok 那这个基本概念呢 老师已经解释了 如果你明白了 你可以自己做你的练习 那如果你还是不能明白呢 老师有几个example做给你看 来我们看这个example1 我们要把这个3m square 变成centimeter square 我们怎么变呢? 来我们看啊 这个3m square 那3m square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老师最喜欢的就是拿1 为什么拿1呢? 因为它是最简单的 老师不会拿其他的号码来麻烦 自己的 怎么说拿1呢? 老师会拿3×1 因为3×1等于3嘛 什么号码乘1都会成为他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老师会拿3m×1m 这样子就容易很多 ok 那你就去问问自己 这个3米要怎样变成centimeter 那就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在老师的小红书啦 ok 所以这个3米呢 等于300cm 然后1米呢 是等于我们的100cm 所以你只需要按一下你的计算机 你就知道答案是等于这个cm square了 好来我们看多一题的example 现在呢这个难度有加高一点点 因为呢它是在同一题里面是有两个单位的 它是10km per hour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0km per hour per hour的话就是per one hour的意思 ok per hour就是per one hour的意思 所以今天呢 它要我转换成meter per second 这里是meter 这里是sat 或者英文我们叫second ok 所以你就要问问自己 kilometer变成meter 我们要乘多少还是出多少 在那个conversion的table里面 我们看到是要乘1000的 所以我们的10需要乘给1000 那一个小时要变成秒数是乘多少呢 是乘3600秒的 所以一乘3600 所以接下来呢 你只需要按一下你的计算机 你就知道你的最后答案了 所以你按了这个计算机过后呢 你就知道你的答案是2.778meter per second 好啦 老师的这一期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那大家记得 如果你要在conversion red的话 可以到老师的小红书那里下载 老师的小红书的令呢就在description里面哦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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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